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做尤里卡校友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样安排自己的夏令营的 那第一个学生呢 他是在去年的6月到7月 选择了我们尤里卡夏令营 学的是量子力学科研 然后在7月的时候呢 他同时的参加了冰大科技管理的夏令营 然后在7到8月的时候 他参加了一个学生世界经济讨论活动 那中间的这个学生在尤里卡 选的是行为经济学 他通过利用尤里卡学习的行为经济学 进入到了布朗大学的一个经济学的一个夏令营 并且呢在7月8月的时候做了义工 同时呢也补充了SAT 就是标准考试的这么一个能力 那最后一个同学呢 在6月到7月选择了尤里卡 未来佩戴科技方面的一个科研话题 在7月份的时候呢 进入到了密西根大学数学科下校 在7到8月的时候 也是补习了一下微积分 为第二年的高中做准备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通过这三个 我们尤里卡校友的一个夏令营的安排 可以看到尤里卡 他的附着能力是非常强的 他是非常具有灵活性的 不代表学生选了尤里卡 就不能选择其他的 相反尤里卡在某些方面可以为学生做出更好的一个准备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中间的LL学生就可以看到 他不他因为他在尤里卡选择了一个行为经济学 直接的就让他在布朗大学的经济学夏令营里面 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升 所以我个人认为 大家如果在选择尤里卡科研项目的时候 可以考虑一下孩子在未来或者之前 有没有什么类似的经历 如何把在尤里卡学习科研的这么一个成果 在未来的活动里面可以体现出来 这样的话我个人认为是最有效果的一个安排